大家好,现在入秋之后,很多花油就会马上给多肉大肥浇灌,然后想让多肉尽快养肥养状。 其实在这里我就不建议大家马上的给多肉追肥,因为多肉的话经过一个夏季的控水处理,其实它的根系已经出现一个受损的情况,它的吸收功能还没有正常的恢复。 如果你这个时候马上的给它虚肥的话,就会很容易出现肥害,或者是整个植株烧死。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养多肉,大家的重点应该放在养根上面,先把它的根系养状了,让它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吸收功能之后,我们再来补肥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养根呢?其实养根我们只需要三招就可以了,首先第一招就是适当的提高光照,给它的根系提供更多的光和产物, 有利于它更快的长出新根出来。那么第二步呢,就是我们要给它干透焦透,就是说让它的植株这个介质,就是让它这个植尿的处于一个干湿循环状态,这样呢有利于它更快的长根。 不能再像之前这个夏季啊,给它完全的控水,让不然会伤根,但是呢也不能够频繁浇水,可能会出现一个凹根烂根的现象。 那么第三点,我们就是要给它加大负温差。 什么是负温差呢?就是说,我们把白天的温度啊,给它降下来,然后晚上的温度的适当的升高,然后加大负温差,让白天的温度低于夜晚的温度。 这样的话呢,是有利于植株尽快的生根,壮根的。所以呢,这就是三种养根的方法。 那么我们等到你的这个多肉啊,它的根系恢复健壮,恢复正常的吸收功能。 然后呢,它的叶片已经开始恢复生长,然后呢,长得比较饱满的状态的时候呢,我们再来给它追肥。 但是追肥,大家要注意,不能够单纯的只用甲肥,因为植株是胜处一个恢复期和生长期。 我们用肥的话,可以用这种多肉型的这个全营养水溶肥。 但你甲的比例呢,是15比10比35,是比较适合这个阶段多肉对营养的需求。 然后呢,我们这样子给它用肥啊,就能够让你的多肉,它的这个叶片啊,更加的肥厚。 让你的整个多肉的长得是一个肥嘟嘟的状态。 所以,在刚入秋的时候,大家不要急着补肥。 我们先用这三招啊,给它养根,后期再来补肥。 那么你的多肉呢,就长成一个肥嘟嘟啊,肉糊糊的一个状态了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在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